在今年开始,我们特区政府就会将4月23日定为一个香港全民的阅读日 我们更加会在4月20日至到28日举行第一届香港阅读周 我们在这里会聚了我们文化和出版界、教育界和公共图书馆 一起去举办一些多元化的大型阅读活动 令港大的市民可以沉浸在一个阅读的喜悦之中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以阅读探索无患空间作为主题 将在线上和线下举行超过200项的图书馆活动 令市民可以体验到阅读的乐趣 也为了配合今年4月云洋中华文化办公室的成立 公共图书馆是在香港阅读周的阅读焦点 是会和中国历史、人物故事和传统美德的书籍有关的 也都借这个机会去宣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为了鼓励和配合市民多阅读香港公共图书馆是会在4月23日 香港全民阅读日起 将读者外借的图书的上限是由现在的8本增加到10本 当日我们都会响应粤港澳桂瓊七个城市共读半小时的阅读活动 鼓励市民一起共享阅读的乐趣 教育局也会举办中小学联校共读半小时的活动 去深化在校园里面的阅读氛围